我們來到口馬地的 關閘電六牛示範單位 我們俗稱暈得到1號 你看到它的設計真的不錯 它只是一個示範單位 535呎 3磅 叫做23樓的B室 收樓標準 買這間就有這麼多價格 進來就有一點懸崖位 這裡它做了一些小的 很適合的 這樣剔剔就不需要伸手 走進來就是一個長一點的廳 廳就不錯 買完沙發放餐桌 餐桌真的很小 露台位我覺得大和舒服 用湯門的 如果你在半山周圍都說書 放兩張椅子 公婆坐在這裡聊天 挺享受的 廚房是L型的 是建屋 桌面也很小 放一點東西已經不滿了 但是水龍頭的設計就不差了 OK 因為它不是星降那些 下格有傳聞櫃 有個酒櫃可以放幾尾 有個洗衣機 電磁爐這邊小小的 上面的收入量 足夠的 總體來說我覺得不差 我們先看看浴室 浴室 浴室很帥氣 做到橫石面 還有一個南浴家 這個真的挺奢華 你看看 洗手盤雖然很小口 但設計很漂亮 還有這裡有些層架 還有收入量也足夠 一分錢一分貨 書房 你簡單 坐在這裡 喝茶聊聊天 舒舒服服 如果我幫了它 整個廳就變成L型 會更豐富 第一根貨 兩米乘兩米 床落地玻璃 衣櫃 齊齊齊 主要綁這邊 放完床就三秒落到床 一個大窗 看出去就應該是山景 鏡上不差 這裡各位做了一組大衣櫃 還有它做的配置OK的 你看看 收納量足夠的 深度挺深的 主人的浴室 總體來說漂亮的 這個設計就 我不太認為它差 不過我覺得我會封了它 然後做軟膠邊 浴室就用浸浴 還有一個窗 這裡的升盤就不錯 因為它利用了整個空間 還有這裡還有一個層架 巧碼地十幾年到二十年 都沒試過開低過兩萬元 現在就一萬五千八百八百 這口價真是... 底部沒有朋友 還得街一號 最主要就是走回電車站 或者這裡有巴士進行 出回到銅鑼灣或者灣仔都很方便 旁邊就有賽馬會的馬場 這裡最主要是十二校網 有很多小學、中小學、國際學校 香港港島蠔寨區 有很多名牌的超級蠔寨 包括了曉羅 馬格尼克爾純 歐普斯 T-Central 還有賽馬會的深會場 木球會 百建善到就有很多名人住 大省度也是 物業就是公費物業 但它賣的車價 是一個整輛車的價 所以值得買的 如果你參考的租席 它就拿一些超級豪宅的租席 其實是不對的 我們正常給Diesta的租席 應該是六十五到七十元的租席 計算上來 它的租回報應該有四年以上 你覺得這些單位是否剛才能說的 歡迎留言 我先知道 Bye